第七章 业力 你可能会想不明白自我是幻觉有什么害处 而明白自我是幻觉又有什么好处 如果自我不存在 任何人都不存在 那么去做任何事又有什么意义 换句话说 没有开始的人 那又是谁开始修行呢 觉察到自我和觉察到 不知道自我是幻想的坏处非常重要 因为这种觉察 几乎就是让你从轮回的痛苦之中解脱的起点 佛陀开了三成共八万四千方便法门 这些一切教法都是以直接或者间接的方法 去粉碎 转化 揭露 训练 或者攻击自我的幻觉 自我的幻觉是佛法要解决的根本问题 也是所有业力的起源 因为很多地方都讲到业了 因此在这里只是讨论几个经常都被误解的重点 业力并不是宿命论 并不是一旦你做了什么业就被困在其中 你一定会得到相当的处罚或者掌赏 业也不单是这个是我的业的结果这么简单 它既是因 亦是缘 和果 字面上来说 业是指行动 任何的行动 相信业的意思就是对你的行动和生活负起完全的责任 可能大部分对于业的困惑都是来自误解了以下这段话 业不会自己消失 因缘成熟的时候它马上会延行 就好比疾伏多年的种子 一旦土壤 水 阳光等正确的因缘进在一起 它就会发芽 业经过再长的时间也不会失去它成熟的力量 这一点与种子不同 然而就如同我们可以压碎种子 或者限制因缘令它无法生长一样 我们也可以制造障碍与阻留业的成熟 并利用方法对抗业的影响 这样就能够改变或者摧毁业的作用 业是自我的能量和行动 任何期望得到某种结果所启动的行为 也就是任何因贪亲私所造成的行为 都会产生业的 刚刚开始 自我执着于自己的存在 投射出自己和他人 然后有了互动而创造了业 由自己和他人互动之中流出的业力 稳定了原先二元对立的幻觉 更加加入了自我在其中表演的各种贪亲私的电影 电影之中交集了复杂的情节 插曲 发展等等 逐而使自我陷在里面 在这个时候 业开始创造出自我 而自我也创造出业力 这种周而复始 反复滋养他本身 而让自己一直受苦的现象 就叫做轮回 以最简单的字眼来说 业就是因缘果报的过程 正如你吃了饰就会上上厕所一样 除非有障碍或者对峙 否则永远有结果 业力是一种很理性 很科学的过程 它跟宗教或者神秘主义无关系 如果将花种丢入空中 就永远得不到花 适当的因缘是必要的 如果具足因缘 又没有雀仔吃了种子 又或者干汗等干扰 那朵花就会无可选择地冲撞起来 就算你不想要它 它都会一路生长下去 如果出现了一些干扰 例如水分不够 或者被马匹踩到 那花虽然会继续长 但是就会受到阻碍或者辨形 如果出现非常强烈的障碍 例如被火烧到 那花就永远长不起来 根据佛法 没有一件事是偶然发生的 主客的一切现象 都有它们的因缘 要摧毁某件事物 只有摧毁它特别的因缘才行 果报是特定的现象 能生成或者毁灭某种事物的因缘 对于其他事物 并不具有同样的效用 例如水可以灭火 但是就能够让鸭仔快乐 因为事物无法自行生起或者消失 如果桌上有一滴水 只要使水继续存在的因缘具足 例如没有阳光、风、热 更多的水或者时空的干扰 水滴就会一直维持下去 就像这样 叶也是一种无法自己消耗掉的能量 这样并不表示叶是永远的不可变动 叶是能量的延续 从行动开始的一连串过程 经过时间遇到某些因缘会发生反应而改变 直到成熟 行动与过程很自然地和无常有关 这样表示事物会改变 不会永远保持同一个状态 了解无常和变异性的特质 令我们能够有意识地创造善业 减弱或者摧毁恶业 不会成为我们所盲目制造的事件的受害者 佛陀并不是武断地将行为分成善行和恶行 然后报上善业、处分恶业的神 他所教导的是善、恶来自于你自己对于动机的判断 例如,通常我们会认为 打人是很痛苦的业 因为我们知道如果被人打的话会很痛苦 当你打人的时候 你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并且期望这个动作伤害到对方 然后从对方的痛苦之中感到满足 由于你的动机是制造痛苦 所以你的行动就是痛苦的行为或者恶行 如果令一个星球的居民 认为打人是一种表示迎接的方式 在那里,打人就不会造成恶业 因为动机不同了 你所创造的特定业因、业缘 不管他是善、是恶 只要没有令一个相反性质的业力去抵消他 他就必然会出现相乎的果报 据来来说 愤怒的痛苦带来地狱的经历 疾度的痛苦产生阿修罗的经历 行善积德则带来淨土的经历 所谓六道之中 某道并不一定是指身躯死后投生的某个地方 而是此时、此地、某个业力状况终止 另一种业力状况生起的心境 在你非常生气的时候 就会尝到一些地狱的滋味 如果那种愤怒坚固持续落地 并且生长绝壮 你就会发现 虽然实际上你并没有移动到任何地方 但是自己的存在却已经成为了地狱 生气的时候 无论去到哪里做些什么 都不会遇到真正和爱友善的人 你会觉得每个人都会让你生气 或者都向你挑人 整个环境都充满威胁 令人激奋 每一件事是对的 业果依动机而定 如果你的动机是疾度 结果就会投生到阿修罗道 阿修罗道就是由于疾度其他人的土地 财产和所有物等等 而持续争斗的状况 如果你的动机是贪慧 就会投生到恶鬼道 恶鬼是饥饿的重心 烟喉非常细小 无办法吞下足够的食物 以满足他们巨大的胃口 恶鬼具有溃乏的心态 不管得到多少 永远都不满足 希望得到更多 淨土都是这样 如果你以善念或者菩提心做事 这样日常的经历都能成为淨土 你可以坐在你目前的位置上 读这本书经历到淨土 一日之中 一小时之中 甚至在一分钟之内 我们都能够体会六道 因为不同的道 只是不同的心态而已